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上期的视频当中呢,是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DIY手工制作的一个这种硅胶膜 那么在这个硅胶膜当中呢,它是一个这种模型 可以把它在里面注入我们的造机,就是香皂的原液 就会制作出来我们这个玩偶形状陪乐多或者是魔笔游戏的这种小人偶 非常简单,也非常简便 然后这种硅胶膜呢,我们还可以用它呢,再用到我们的foam clay 或者是我们sil clay,就是我们的珍珠黏土和丝绒黏土呢 进行一个再继续做这种小人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到我们的foam clay 就是我们的珍珠黏土做一个彩色的这种陪乐多 魔笔游戏的小玩偶出来,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那么我们就先从紫色的开始 把这个紫色的呢,放到它的头部 就像这个样子 这么多的软質 所以呢,为什么要让它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这边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给它加上我们黄色的这个彩泥 我们的foam play呢也就是我们的珍珠黏土 它是能够放在我们室内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自动定型的一款黏土 所以的话呢如果把它放进去了之后 让它进行个室温内的一个晾干 那么就可以做出来我们非常可爱的这种小人物啦 还有这边的绿色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我们是现在把它放到了两天的时候 两天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笔游戏的这个小玩偶呢 是长得这个样子 非常的酷 它呢有着和我们之前呢 是这个玩偶一模一样的一个小的这个身材和比例 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颜色也是一个彩色的 然后在它的衣服前面呢 还有一个黄色的类似于这个小口袋 嗯这个硅胶的这个小口袋 这个膜呢其实非常的好用 可以把它拖出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玩的这种小的玩具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下来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每天每周都会尽期的更新 更新了之后呢 就能够直接收换到你最喜欢的看的视频啦 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呢 留下你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你的愿望呢 再来做我们下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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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